好,接下來光哲老師要介紹第九題 第九題那時候,音源有三個,五元有三個 十月的硬幣有三個,五十月的硬幣有四個 一半的硬幣有一張 那麼問出,問你說,這樣的話 你總共可以付出多少種不同的管項 也就是說,你不記得要全部付出去 拿這樣子剛好去付出付錢的話 所以有幾種不同的處理 好,那這個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如果你是整個是有連續的話 那你就可以,比如說這個 注意看喔,五元的三個 那三個可不可以換成十月 兩個就可以換成十月的嘛 就可以變成十月 那當它的比較小的管項 它總和有可以變成比較大的的話 就把比較大的換成比較小的 大的換成比較小的 那意思就是說,這個三個十元 就可以變成六個五元 六個五元再加進去 就總共九個五元 就可以變成九個五元 好,那意思就是說 九個五元所能夠付出來的管項 那這兩個一定也都可以做出來 好,譬如說 五塊錢可不可以 這個九個五元它就有 它的管項就是 一個五元,兩個五元 十,十五,二十,二五 三十,三五 四十,四十五 如果這些它都可以辦得到 九個五元的話 是吧 九個五元就是可以 付一個五元,兩個三個四十到九個 都可以 那你這樣子可不可以付出這樣的管項呢 也可以 好,你要五元就拿一個就好了 要十元拿兩個 十五元拿三個 如果要二十元就拿這個十的 一個,這個兩個,或者說乾脆拿兩個十元 二十五的話 一個,再拿三個五元 三十的話,拿兩個十元 一個,兩個 兩個五元 或者三個都十元 沒關係 三十五的話,三十加一個五元 四十,三個十元加兩個五元 四十 四十五就全部都拿出來 好 所以你又發現 九個五元能夠付出的管項 跟你這兩個可以付的管項 是一模一樣的 那 我再問你 這兩個 除了這些管項之外 可以付出別的不同的管項嗎 沒有啊,一定是五的倍數 一定是五的倍數 所以基本上 這兩件事情是不是就一模一樣 所以我把這個 直接換成比較小的 那等一下再處理 它就會比較好處理 這計算就不用去考慮 要拿這幾個拿這個幾個 就直接看這個就好了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五個一直叫九個 可能性就是這九種 是不是簡單多了 好 那 對於這個一元的來講 它有三個 那五元三個並沒有辦法換成五元 如果把五元換成一元的話 比如說我五元 有三五十五嘛 一元的有十五個 加進來變成一元的十八個 這兩 十八個 這兩件事情有沒有一樣呢 這兩個跟這件事情有沒有一樣呢 不一樣喔 為什麼不一樣 四元 四元對不對 這一件事情我拿四個一塊的可以 但是這裡 沒有辦法付出四元 對不對 所以這兩件事情就不相等 不相等 那你就不能換 好 所以可不可以換的關鍵在哪裡 你這個夠不夠換一個大的 很淺的數 如果說加起來有夠五的話 那就可以換 那這個加起來有夠十 那就可以換 好嗎 好 這個加起來的錢 有 跟這個一樣多就可以換掉 好 那可不可以換成五十元呢 哇 一點喔 可不可以換成五十元呢 就是 這邊 加起來多少錢 48 那48的話 夠不夠五十 不夠 所以不能換 對吧 跟剛才一樣的 可以嗎 比如說四十九 哇 不行啦 換掉就不行 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四十九也是不行的 那你換掉就變成可以了就錯了 好 所以 這邊不能換 那這裡可不可以換嗎 可以 因為 兩個五十就變成一百 所以它可以換 好 所以這個可以換成多少 這個變成五十兩個 三個 再加進去就是六個 五十六個 六個 是九個 六個 十六個 好 那這邊呢 不能換 所以這裡啊 是三個一元 好 那這三個 總共可以付出多少種不同的款項 那也許我沒有 我在付錢沒有付一元而已啊 所以我可不可以選你 可以吧 我只要付九元對不對 可以付五元 付五元的沒有付一元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它可以贏 但是最多只有幾個人 這三個 這邊呢 最多只有五個 那這邊呢 九個八點 九個五元 不是五個 好 最多有九個 好 那這邊呢 六個 好 那這裡有幾個可以選 三加一 就是有一個零 那分步驟完成用 成的 好 這邊 九加一 這邊 六加一 但是有一個不行 零 通通選零的時候不行 如果你不是通通選零 我是有選別的 那都沒關係 這樣不會零元 好 所以這個是零元 這種情況不可能 好 所以這樣就可以算出答案 那 這是十嘛 這是七 四 二十八 二八零 二八零 二七九 可以規了嗎